欢迎来到七光年闲话 卧牛港下雨了 六月的雨天 特别适合来讲一个人 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她的传奇吧 她十六岁成了徐志谋的谬师女神 因为她 徐志谋成了诗人 偶然 你去都是写给她的 即便她离开了 诗人还说 更何况永远造成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叶的明珠 我爱你 哈佛大学的美国教授费正清说 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 诗人 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 她所在的任何场合 所有人总是围绕着她转 她不但天生立志 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 透出她内心深处 骨头缝里的文采和书香气息 我今生今世 认定了 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 这是女作家 陈恒哲 笔名沙菲 她的美丽的妹妹所说 作家消遣的夫人说 她是我身平见过的 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 她的美在于神韵 天生立志和超人才智 与后天高深的教育 相结合的结果 即便她去世七年 她丈夫再去的妻子也感叹 她是我见过的最有风度的女子 一举一动 一言一谈 都充满了美感和热情 她的院士老公 曾当着众人的面 在他们结婚二十年的时候说 老婆是自己的好 文章是老婆的好 我的文章都是老婆润涉过的 她创造了不少四哥闪文和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有她自己的位置 她参与发现了唐代建筑 浮光室等各种传统建筑 参与了设计国徽 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底 做的花式 她是太太客厅里的名员 女主人 她是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 她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她去世 对她一往情深的清华大学教授 院士金月龄写下了 一生诗意 千寻铺 万古人间 四月天 但她自己说 我的教育是旧的 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我只要对得起人 爹娘 丈夫 一个爱我的人 带我极好的人 儿子 家庭 等等 她心直口快 脾气暴躁 惹急了 还会爆出口 她绝顶聪明 点子多的让人跟不上 说话滔滔不绝 让人擦不上话 她喜欢跟朋友们聊天 当然 她大部分的朋友是男性的 她喜欢抽烟 说最好的伴侣是烟 她偶尔喝酒 她看了冰心的太太的客厅 就给冰心送了谈处过去 因为她刚刚从三西考察 古建筑回来 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二十多岁就得了肺结核 四十三岁栽去了一个肾 她常年卧床 却坚持读书 写作 绘图 做研究 她是谁 她去世快七十年了 上个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还要趁她的热度 给她补发了建筑学士证书 她就是林徽英 是无论姿色 修养 财情 性情 形式分寸 社会贡献 都均列第一的 林徽英 不管是喜欢和讨厌 林徽英的人 都会认同 林徽英是一个出身名门 财帽双全 爱情婚姻美满 事业有成 儿女双全的女人 都说民国时期 美女多 才女多 但比林徽英美的 没有她有财情 比她有财情的 没她美 跟林徽英一样 有财情 又美丽的 却没有她的见识 今天 我们就来讲 林徽英之所以 成为林徽英的故事 这一期 我们就讲讲 影响林徽英的 三个男人 听了这个故事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林徽英 会离开徐志摩 120年前的六月 林徽英出生在了杭州 陆关向林宅 林徽英的主妇 是光绪的晋士 当时正在杭州做官 她给长孙女 取名徽英 徽英是美德的意思 她希望孙女 长大后 能贤良树德 相夫教子 林徽英长大后 常有诗文见报 为了与当时另一位 署名林徽英的通俗作家 区别开来 她改名 林徽英 音乐的音 改成了原音的音 林徽英出生的时候 她的父亲林长明 已经28岁了 早已种了晚清的秀才 学了英语日语 在家靠翻译为业 林长明是家中的长子 长相清奇 谈吐 也相当清奇 是个相当真实 从不作假的人 她的第一任太太 没有生育 在她20岁的时候 又娶了浙江嘉兴 伤人的女儿 就是林徽英的生母 林徽英的生母 相貌平平 没多少文化 性情急躁 两人聚少离多 婚后八年 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林徽英 林徽英的母亲 后来又生了一女一儿 却都夭折了 林徽英两岁的时候 30岁的林长明 到日本早稻田大学 读政治经济 三年后 拿到学位回国 在福州就职 此时5岁的林徽英 开盟了 她的老师 就是姑母林泽明 6岁的林徽英 就能断文试制 林长明在福州工作 林徽英就给父亲写信 报告家中的情况 有一封林长明 写给七岁林徽英的信 辉儿 知系得乳两性 我心顺喜 而读书尽意 又训良 知道理 我由爱乳 乳父日来安好否 乳要好好 好老人欢喜 知记甜真书高 一桶赏乳 我本期不及做长书 如可禀告主父母 我都安好 从这封信里 我们可以知道 七岁的林婚英 已经会读书写信了 性格很逊良 又懂道理 已经知道 讨大人的欢喜了 林婚英八岁时 林长明娶了第三位太太 这第三位太太 人很乖巧 还一连生了四个男孩 一个女儿 林婚英的母亲 不会做人 被林长明打入冷宫 父亲的无情 母亲的不争气 大家族复杂的家庭氛围 使林婚英在人情方面 应该相当早熟 她后来一生都在追求 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 因为她很早就知道 先得做自己 再平衡自己 以周为人的关系 1916年 林家搬到了北平 12岁的林婚英 在北平教会学校 陪华女中读书 这时的林长明 因为积极投身政治运动 已经身居要职 她做过司法总长 外交次长 1919年任国际联盟同志会理事 据说月薪有2000块 当时一个警察的工资 大概每月8块钱 中学老师三四十块 大学教授两三百块 林婚英家境 此时应该相当优渥 对于林婚英的母亲来说 林长明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对林婚英来说 林长明是个相当难得的好父亲 最难得的是 他能用平等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长女 他跟徐志摩说 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 不是容易想的福 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 要先做到有意的了解 他把女儿当朋友 林长明在给林婚英 的一封家信中述说 他仕途的艰难 天下事玄黄未定 我该何去何从 那一年 林婚英才十二岁 林怀明就对女儿敞开胸怀 述说心事 把女儿当成自己来看待 在社会上已经相当有地位的 林长明 能这么平等 甚至高看自己的女儿 林婚英很自然就养成了 相当自信 和洒脱的个性 林长明不仅平等待女 还精心规划女儿的前途 1920年 他要出访欧洲 林长明决定带上 16岁的林婚英 他说 第一 要你多看世界 增长见识 第二 要你跟着我 领悟我的胸进和抱负 第三 要你暂时离开家庭的 繁琐生活 扩大眼光 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 见解和能力 这个一百多年 晚清的秀才的见识 依然超过了 现在99%的父亲 所以 有其父 必有其女 这是林婚英成长的基础 那年的春夏自娇 妇女二人 搭上了前往欧洲的航船 在那艘船上 还有不少赴法国 前功俭学的青年学生 陈毅当时就在其中 林长明还给这些学生 监了款 陈毅后来回忆 说他们穷学生做的是下等的通舱 林婚英做的是一等舱 1921年5月 林长明在米兰被推为国际联盟同资会首席代表 并发表演说 我们可以看到 彼时林婚英在米兰喂鸽子的照片 在欧洲 林长明带着女儿游览了法国 德国 瑞士 比利时 妇女两人结束一个多月的欧洲大陆之旅后 回到了英国伦敦 林长明将林慧英送入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 就是这个时候 林慧英遇到了徐志谋 当时的徐志谋在剑桥修正子 跟林长明来往密切 两人还以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妇的名义 互写情书调侃悉闹 可见林长明是个不拘小节 幽默大方的人 林长明常于交际 林家的客厅来往的都是各界精英 林慧英就是这客厅的女主人 多年以后 她在太太的客厅中 也常常举办这样的聚会 与各路知识分子自由辩论 探讨问题 或是欣赏书画 朗读诗歌小说 说完了林慧英的父亲 再来说说林慧英的公共 梁启超 梁启超在中国文化 思想教育界的作用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 梁启超的《未学与做人》的文章 即便是现在都非常值得一看 很有借鉴意义 还有梁启超的小说 《新中国未来记》 在我看来简直就是预言书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长居日本 游历各国 他了解到西方社会的变化后 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回国后 由政治转入教学 在北京组织共学社 其宗旨就是培养新的人才 宣扬新文化 开拓新政治 后来又成立了奖学社 相继邀请过 英国哲学家罗树 德国哲学家杜里书 印度文学家泰格尔 来华奖学 清华大学自强不惜 厚德载物的校训 就源自梁启超 梁启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 学术大家 还是个非常伟大的父亲 深暗为父之道 所以他九个儿女 三个院士 每个都是人才 1921年 林昌明回国 林慧英继续在 培花女中学习 开始了他和梁思成的交往 其实早在林慧英旅欧之前 他和梁思成便已相识 介绍人正是双方的父亲 林昌明和梁启超 林梁两人相处愉快 此时在清华学堂高等学科的梁思成 即将赴美留学 在他考虑专专业时 林慧英谈起了在欧洲结束道的建筑 和自己学建筑的愿望 梁思成听罢 决定学建筑 这时的林昌明提议两人尽早完婚 也许他考虑的 希望尽快断了徐志摩的念想 因为1922年年底 徐志摩在欧洲和发妻张又怡 经由金月灵和张希若公正离婚后 已经回到了北平 1923年1月 梁启超在给大女儿的信中写道 思成和婚姻已有成言 我告思成和婚姻 需彼此学成乃定婚约 婚约定后不久便成婚 林家遇即行定婚 朋友中多说该如此 思来想去梁启超还是决定 延缓了婚期 后来林昌明也同意了他的提议 两人都认为学业重要 不可因儿女情误了前途 其二 梁启超的太太林慧仙 看不惯林慧英新派作风 需要时间劝导 第三 作为婚姻过来人 梁启超也许觉得 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了解 磨合 做出的选择才是慎重的 梁启超在1923年11月 给他大女儿写信中说 婚姻我也很爱她 我常和你妈妈说 又得到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 由我留心观察 看定一个人 给你们介绍 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 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1924年 林昏英和梁诗成赴美留学 一同入读 宾夕法尼亚大学 梁诗成在建筑系 因为建筑系不收女生 林昏英就在美术系学习 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1925年12月 林昏英的父亲林长明 被榴弹击中过世 梁启超写信给梁诗成 昏英招持惨痛 唯一的办理 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 你要自己镇定着 才能安慰他 我从今往后 把他和施装 梁诗成的次女 一样看待 归因留学 总要和你同时归国为度 学费不成问题 只算我多一个女儿 在国外留学遍了 你们不必因此着急 此外 梁启超还专门写信给林昏英 说会照顾他的母亲 让他专心学业 梁启超在全力协助 林家料理厚寺的同时 还写信给梁诗成 询问林昏英的状况 他说 我前月有很长的兴趣开解他 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识 人之身也与忧患俱来 知己无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 是立身第一要诀 1926年1月5日 他又写信给儿子说 目前林家家境已很难维持 此后儿女教育费 更不知从何说起 现唯一的办法仅有一条路 即国际联盟会长一职 每月可有2000元收入 钱是有法拿到的 我昨日下午和汪年博商量 请他接手 而将收入 人归林家所有 汪年博慷慨答应了 婚姻学费现在还有多少 还能资此几个月 可立刻告我 我日内当吉利设法 筹多少寄来 我现在虽然也很困难 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 梁启超的良苦用心 可见一般 1926年10月 梁启超又写信说 我昨天做了一件 极不愿意做的事情 去替徐志摩赠婚 我在礼堂演说了一篇训词 大大教训了一番 新人即满堂宾客 无意不失色 此恐是中外古今 闻所未闻之婚礼也 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 我爱他不过 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 还想救他出来 我也有一番苦心 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 活着竟弄到自杀 我又看着他 找得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 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 所以想对那个人当头一棒 盼望他能有所觉悟 但恐甚难 免得将来把徐志摩累死 但恐不过是我 急次的婆心变了 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 真是可怕 我因昨日的感触 专写这一封信 给师承徽因 师周们看看 梁启超真是大家风范 看人超准 这样诚恳地劝说 对于 陈与徐志摩有过一段 瓜葛的灵徽因 自然有 引在文字背后的 敲三正骨的 骨口婆心 那么当时 梁启超是怎么说的呢 1926年10月3日 徐志摩与陆小曼 在北京北海公园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后来对临婚姻 一往情深的 金月灵 就是徐志摩的伴郎 婚礼上 郑婚人梁启超说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 不中听的话 好让社会上知道 这样的恶劣 不足取法 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 你这个人性情浮躁 以至于学无所成 做学问不成 做人更是失败 你离婚再娶 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 你和徐志摩 都是过来人 我希望从今以后 你能克尊赋道 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 离婚再婚 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 所造成的 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 置物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 作为形式的准则 不要以荒唐和享乐 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不要再把婚姻当作儿戏 以为高兴可以结婚 不高兴可以离婚 让父母汗颜 让朋友不齿 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 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 这一辈子 最后一直结婚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梁启超这样有个性的人 面对儿女 却心地柔软 能够设身处地 一方面给孩子建议 另一方面尊重孩子的真实想法 他说 人生没有乐趣 要来何用 他给女儿写信 凡学问 最好因自己兴之所尽 往往事半功倍 你离开我很久 你的思想发展方向我不知道 我所推荐的学科 未必合你的事 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 他还怕梁诗诚学建筑 学得太过专门 生活单调 就写信告诉他 要学点人文学科 他在信中说 人生之旅途盛长 所真绝不在一年半月 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 遭致精神萎靡 在梁启超的指引下 我们可以看到 梁诗诚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他和林慧英参加了 冰大的戏剧社 两个人还参加各种表演 从这张照片中就可以看出来 1927年 林慧英和梁诗诚在冰大毕业后 林慧英就去耶鲁大学 进修了半年的舞台设计 梁诗诚在哈佛大学 进修了半年的东方建筑和美术史 我想这都是因为梁启超 启发的缘故 1927年12月 梁启超写信给打算结婚的梁诗诚和林慧英 他说知你们定三月行婚礼 国币五千或美金三千给你 在这种年头 措辞较大之款 颇掘结据 但这是你学问所观 我总要预成你 才尽我的责 婚礼只要庄严 不要奢靡 衣服首饰之类 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 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 宁可节省点 做旅行费 他还详续推荐了新婚夫妇的蜜月线路 到英国后 折往瑞典 挪威一行 因北欧极有特色 入德国 出几个古都市外 莱茵河畔著名的城堡 最好能参观一二 回头折入瑞士 看些天然之美 再入意大利 多耽搁搁些日子 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 彻底研究了解 1928年的美金三千元 大概相当于现在五六万美金 国币五千 可以参考 梁思成1928年秋天 就任东北大学的月薪 265元 所以差不多是两年的年薪 1928年三月 因为梁思成的姐夫 当时是中国驻加拿大的总领事 梁思成和林荤英就来到了 加拿大沃泰华结婚 梁启超说 我以述来偏爱女孩之人 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 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相等 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梁启超还吩咐他们到欧洲考察 每日要有详细的日记 小两口还在欧洲新婚旅行的时候 梁启超就开始为他们回国的工作奔波了 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 现在蜜叶之难 恐非你们异想所料 所以我一面随时替你们打算 一面愿意你们先有这种觉悟 重令回国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 也不必失望沮丧 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罪可不之敌 我们需终生不许他侵入 这话我现在听来都很受教 我们做人不管是年轻人好 还是现在像我这般年纪 我觉得都会时时陷入一种失望 沮丧之中 就经常会觉得我做这样的事值不值得啊 或者是 怎么我这样去做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啊 梁启超的这番话对我非常有帮助 就是我们要时时警惕这种失望沮丧 而不是应该觉得这种失望沮丧是正常的 去接纳他 1928年8月 梁师辰林慧英回到了中国 经梁启超的介绍 到了东北大学任教 并组建建筑系 东北寒冷 梁启超说 我想有自弃的孩子 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 1929年1月 55岁的梁启超 病逝于协和医院 这一年的8月 林慧英在同一家医院生下了女儿 取名 梁再斌 意在纪念过世不久的梁启超 因为梁启超的书房叫引斌史 梁启超的著作 就叫引斌史文集 我们看这张照片是梁启超设计的梁启超的墓碑 我觉得对梁启超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评价是这样的 30年来 新事业 新知识 新思想 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 论学术 论文章 论人品 自有公平 可以说 梁启超这个公共 对林慧英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对林慧英的感情选择 也至关的重要 那么提到林慧英的感情 不能回避的一个人 就是徐志谋 徐志谋 浙江海盐人 徐家是富豪 经营着电厂 煤匠厂 私厂 钱庄 徐富 徐生如 郊游盛广 十分宠爱长子 徐志谋 1918年 惊人引荐 徐生如就安排了徐志谋 拜政学两届的泰斗 梁启超为师 拜师礼师 一千银元 同年 徐志谋去美国留学 先进了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 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政治 拿到政治学硕士学位后 徐志谋去了英国剑桥大学 1920年 16岁的林辉英 认识了24岁的徐志谋 徐志谋爱上林辉英后 灵感不断迸发 偶然中是他 你去中 人是他 我是你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雅意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 互放的光亮 林辉英的女儿 梁寨斌 在我的妈妈林辉英里说 林辉英始终没有对 这位当时已娶妻生子 却不满自己婚姻的 青年的追求 做出回应 这可能同他自己 童年生活感受有关 因为他自己的母亲 恰好是包办婚姻中 感情上被丈夫遗弃的一方 林辉英的儿子梁从健 也进行了澄清 他说当徐志谋 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 突然对我母亲 表示倾心的时候 母亲无论在精神上 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 都处在于他 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 因此也就不可能 产生相应的感情 母亲当然知道 徐在追求自己 而且也很喜欢 和敬佩这位诗人 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 但是正像他自己 后来分析的 习志谋当时爱的人 并不是真正的我 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 想象出来的林辉英 可我其实并不是 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梁从健还说 1922年徐志谋回国时 母亲同父亲的关系 已经十分亲密 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 和徐志谋更没了直接的联系 其实 梁从健回避了林辉英 跟徐志谋在出国前的交往 两人一起陪同泰格尔 给泰格尔做翻译 还给泰格尔表演了英语话剧 林辉英演公主 徐志谋演爱神 据说梁思成的母亲就是看到 林辉英的舞台表演大为不满 即便到了美国留学 林辉英觉得孤独寂寞 还写信给徐志谋 要徐志谋写信给他 其实林辉英 青春少爱 被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爱恋 从而爱上了诗人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发乎情 止于理 再说 在我看来恋爱就是恋爱 跟崇高不崇高 没有丝毫关系 也许 徐志谋步步紧逼发妻离婚 的确是跟林辉英有关 但那也是徐志谋最终的选择 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单方面可以左右的 林辉英后来到了美国 还要求徐志谋写信 应该是发生在徐志谋 跟陆小曼结婚之前 后来父亲去世 加上准公公梁启超的 敲三正虎的信件 估计也让林辉英下定了决心 徐志谋跟张又怡离婚 说起来是挑战了包办的封建婚姻 但是徐志谋取朋友妻 徐小曼 无论如何 不能在道义上立足了 所以冰心在徐志谋死后 给他在信中说 志谋死了 利用聪明 在一场不人道 不光明的行为之下 人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 得到了一个归宿了 我仍是这么一句话 上天生一个天才 真是万难 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 看了使人心痛 我觉得冰心这段话是很公允的 徐志谋其实就是做死 所以命越好 越是聪明绝顶 越要修身养性 作为林辉英的亲密朋友 费未美以同辈人的眼光 这样评述林辉英对于徐志谋的情感 林辉英谈到徐志谋的时候 总把他和英国的诗人 大文豪联系在一起 可见林辉英对林志谋 更多的是带自已文学上的诗友 其实这才是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其实费未美第一次遇到林辉英的时候 徐志谋已经去世一年了 她不可能知道林辉英十六七岁 跟徐志谋的情感纠葛的 林辉英也不可能据实告知 还是来听听自己的说法吧 徐志谋去世后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誉为荣 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 我永世我 被诗人恭维了 也不会增美增能 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日历史 也没什么可修缠的 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 给我是种满足 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 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 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 精神方面看来 这桩事或为造成 志谋为世人的原因 也给我不少人格上 知识上 磨练修养的帮助 在某种意义上 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的历史 我觉得我一生至少 没有太随入反属的满足 也不算一桩坏事 志谋警醒了我 他变成了一种stumulant 兴奋剂 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 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 我也不悔的 我也不傲慢我自己的倔强 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 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我只要对得起 爹娘 丈夫 一个爱我的 带我极好的人 儿子 家庭 林辉英的诗作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度被传为 他写给徐志摩的情诗 林辉英的儿子 梁从介说 父亲曾告诉我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首诗 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 为我而做的 但母亲自己 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如果林辉英是为了儿子写的 为什么他不告诉儿子呢 1931年3月 林辉英因病离开了东北大学 他到北京香山疗养 这一时期 林辉英和徐志摩来往密切 在疗养期间 他发表了一批诗文 同年的秋天 林辉英病育后离开了香山 1931年11月19日 林辉英预备在协和小礼堂 为祝华的使节讲中国古代建筑 同一天 著名的诗人徐志摩为了听林辉英的演讲 坐飞机在济南空难 不幸遇难 林辉英写道 去年今日 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 在昏沉的夜色里 我独立火车门外 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 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 直到身和死间居然换成了一片模糊 人称和火车式的蜿蜒一串一问 在苍茫间奔驰 我想起你的 火车禽住鬼 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 如果那时我的眼泪 成不由自主地溢出结外 我知道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你应当相信 我不会向悲哀投降 什么时候我都相信 倔强地忠于生的 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 就凭那精仔的两道 算是鬼 驮着这份纵 梦一般的累赘 林慧英的女儿梁在宾说 我的妈妈是一个活跳跳的人 只要和别人谈话 她一向都是神采飞扬的 那么 他们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留在下一期再说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讲故事的朋友 欢迎订阅 转发 评论 你们的支持 是我做下去的动力 谢谢